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熊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ython3 今天的主题 大家请看Pyllo制作背景透明的图片 咱们都知道 Pyllo它是Python用于处理图片的酷 对不对 我前面已经做过两期 今天咱们再做一期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如何用Pyllo制作一张透明或局部透明的图片 这就是我今天要教给您的实战的例子 好 马上看实战 首先咱们先做一个半透明的图片 怎么做 首先在做图片之前 咱们先从Pyllo库input几个对象 拿几个 Image 图片 Image皱 画笔 ImageFilter 滤镜 什么叫滤镜 您如果用过像Photoshop 这种图片处理软件的话 它都有一个滤镜功能 它可以为图片全体或局部增加滤镜效果 比如说高丝语化 对吧 OK 好 咱们先少许 我先建个文件 咱们建文件 然后咱们哀行说代码 马上运行 今天代码不是很难 估计我讲一遍您就能够学会 咱们先来我的第一个例子 哪个例子 大家请看 咱们今天要做一张半透明的图片 怎么做 看 一上来 一上来咱们先 一上来咱们先 import三个类 然后通过Image.open把我本地的一个图片打开 哪个文件 大家请看 说当前文件加下一个叫做MyLogo的PNG文件 咱们马上看一下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A是α通道 对吧 咱们想图片透明的话 一定要给这个图片增加一个α通道才可以 OK αA给过来之后 然后RGBA 然后给它put 给它推进一个α通道 这个α通道的透明度是128 是这样 α通道的取值范围是0到255 对吧 那么咱们取中128说明什么 说明是半透明 透明度正好是50% 然后咱们RGBA Save输出到output文件加 然后生成一个新文件 好吧 这是咱们简单的代码例子 马上运行 好 注意看 完成 非常快 对吧 然后看一下我out下面 多了个文件 咱们先看原图 这个图 对吧 半透明的话是 半透明 对吧 咱们看我的这个编辑器的背景 是灰黑方格 对不对 那么在图片里面 也能够简单的看到 这个灰黑方格的样子 对吧 OK 原图是看不到的 OK 说明咱们现在是半透明 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再切出一个形状透明 该怎么做 拷贝过来 马上讲解 刚才的半透明代码 把它屏蔽起来 好 咱们看一下 咱们先运行 看下实际运行的效果 我再给您讲解吧 Go 好的 看一下 大家请看 大家请看 我这是原图 对吧 但是注意这个地方 被掏空了一个巨型 对吧 那就是说掏空巨型 可以看到咱们后面的灰黑方格 你能看到吧 OK 如果看不到的话 调亮你的显示器 说明咱们把这一个地方 局部进行了掏空 怎么做到的 看代码 怎么做的 首先 咱们先生成一个新的对象图片 这个对象图片的模式是大L 大L是什么意思 八位的黑白图 然后它的大小和圆图完全的一样 R5 是它初始的颜色 我给的R5是什么 R5是纯白色 是这样 纯白色在咱们透明里面 叫做看不淡 看不见 就换句话说 我如果把这张图片做成黑白两色的话 那么听好了 这个图片如果想把它应用于α通道的话 白色代表不透明 黑色代表透明 这个就跟咱们去医院看这个X光片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比如说您拍了一张胸片 对吧 如果有什么白色的地方 什么那个地方有东西 X光透过去 如果黑色的地方 什么都没有透过去 很健康 对吧 一个道理 好 咱们声明了一张和圆图size 完全一样的纯白色的图片 然后把这张图片 通过这张图片 咱们再生成一个画笔状 对吧 然后咱们用这个皱 像这个图片上面画一个巨型 这巨型的size做标 然后把它 大家请在这个位置 feel 我画完巨型 我要给它填充一个颜色 什么颜色 零 零是纯黑色 好吧 那就是说 咱们做到这三步之后 咱们会形成一张和圆图大小 完全一样的图片 背景是白色 但是只有这个巨型的位置 是一个黑色 OK 讲到这咱们就停一下 我把现在咱们生成的这张黑白图片给您看一下 为什么这么重要 是因为这张图片 今后咱们要附加到咱们原图上 形成透明的α通道 好 咱们先看看 我现在生成的样子 OK 看一下 这个叫做 IMG下画线αA 对吧 点击 大家请看 这是我为了语化所生成一张辅助的图片 只有黑色的地方是透过去的 白色是透不过去的 好吧 这是咱们生成的中间图 然后咱们把这张图怎么做 大家请看 RGB原图做一个拷贝 然后RGB原图 putα通道跟刚才一样 刚才在这个位置传的是一个不透明度 透明度的数字 对吧 现在呢 我传进来这个中间处理的图片 也可以嘛 对吧 OK 然后咱们再输出这个图片的话 您就会看到 这个地方被逃空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是纯黑色 好吧 我给您都讲明白了 对吧 OK 如果没有明白的话 也没有关系 您再重新看一遍我的视频 就能够明白咯 OK 今天呢 就给您分享了一个 咱们用披露库 如何制作透明背景图片的例子 应该不是很难 您呢 再消化一下 我的代码呢 会放到开源中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呢 会传到YouC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OK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下期再见咯 拜拜